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也称为CNS三大刊里面的论文 可能在大家看来很深奥 离我们非常的遥远 可是呢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 这些CNS的封面呢 每一期呢都是一幅幅非常生动的科学艺术作品 用图像来讲故事 能够把冷冰冰的科学变得有温度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除了作为封面之外呢 也用在科技新闻和科普的文章之中 从而拉近前沿科学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 我们首先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看这个学术图片 它讲的是生物体内的细胞 吃掉自身杂质的一种自然现象 叫做细胞自食 这么一张学术图片大家看一看 在科研人员看来呢 它可能已经是非常之精致和清晰了 可是作为普通观众 我们能不能看明白它讲了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换一种表现形式 比如说右边这幅漫画 这个画面中呢 是一个很呆萌的细胞 一手拿着刀 一手拿着这个调料粉 正在津津有味地准备把自己给吃掉 它的身后呢 是一个书架代表基因库 它表达的是 科学家们从一个庞大的基因库里面 发现了两种非常重要的蛋白基酶 可以有效地促进细胞自食 所以我们看一看 同样的一个内容 如果从学术图片 切换到我们熟悉的生活中的场景 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容易理解 生动有趣一些呢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基于每一个成果的基础之上 运用色彩 材质 形象 甚至故事 把每一篇抽象的CNS论文呢 变成一张张生动的科学图像 那么科学图像的这个创作过程呢 其实挺像是给电影 给这个科学成果来创作电影海报 那么记得第一次的最初的一次Nature的封面设计 是在十年以前 2009年的时候 当时呢 潘建伟院士 有一篇论文呢 即将发表在Nature Photomics上 需要一张图片来做封面 可是当时呢 中国 还没有人能做好这件事情 于是呢 他建议我们科技传播系 应该好好地来攻克难关 所以呢 在他的建议之下 我和系里的很多的师生 进行了大量的尝试 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运用了各种资源 然后呢 做了很多很多的设计稿 最终呢 有一稿能勉强地交给Nature 就是中间红色调的这一张 交上去之后呢 经过当时感觉非常漫长 又煎熬的等待和期盼 最后呢 发现潘建伟老师的文章 成功地发表在了Nature的封面上 成了封面故事文章 然而遗憾的是 最终呢 采用的这个封面图像呢 它不是我们当初提交的那一张 而是Nature的美边 重新绘制了一张图 就是右边蓝色的这一张 大家可以看看这两张图 很相似 但又有不同 主要给予两点 一方面的是 我们原来画面中下面有一个长程 因为这个实验是在长程上做的 这个长程是来自于一张照片的 这个素描画的处理 可能是考虑到 其中有可能涉及版权问题 所以Nature的美边 把这个长程重新进行了绘制 并且呢 把画面调成了蓝色调 这样整体感就更强了 也显得很干净 这个事情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思考 究竟什么样的图像 才能够发表在Nature的封面上 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次做 经过了一番探索 发现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呢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呢 科学性要准确无误 图像的表现呢 要富有视觉冲击力 还有这个图像 它本身的风格 要和期刊的风格相匹配 并不是说就可以天马行空地 任意发挥 再有诸作权呢 要非常清晰 那么从期刊的角度呢 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因素考虑 比如说这个成果 它的显示度的问题 是不是最重要的成果 还有不同学科之间的平衡问题 以及当期有没有正在策划 其他的热点主题 来作为封面故事的 这个主题冲突的问题等等 Nature的美术总监 叫Kelly Cross 他之前呢 也是原Sense杂志的美术总监 他曾经说过 一个好的设计 一定要具有视觉冲击力 任何人看到图像的第一眼 就被他深深地打动 牢牢地抓住 编辑就喜欢这样的图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形象上的生动 形式上的生动 可能比科学上的严谨 要更为重要 从第一次创作到现在 整整过了十年 我们形成了一支专业的 前沿科学可视化团队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总共为中国科学家的 61项成果 设计过上百幅图像 我很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因为我喜欢科学 喜欢和科学家交流 在这些成果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之前呢 我就成了第一个被科普的对象 科学家会跟我交流 告诉我说 这些成果是怎么来的 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技术 取得了哪些关键性的科学创新 他们未来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着什么样的应用空间 甚至包括整个科研的过程背后呢 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等等 那么在交流的时候呢 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画面 最后呢 由我的团队成员们 变成一个个漂亮的设计 我们创作过很多的手绘故事 这是其中我比较喜欢的一张 NK细胞促进胚胎发育 那么画面中呢 是一个早期的胎儿 它正在被一群NK细胞们照顾着 这些黄色的就是一种特别的NK细胞 它们有的在撒营养因子 有的在赚奶瓶 还有的在查找资料 研究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保姆 很故事化 那么当陈磊沿着这个思路 拿出设计稿的时候 我当时看了第一眼的感觉就是 完美 果然呢 这个设计最后成为了 Cell的子刊 Immunity的封面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 首先打动了自己 才有可能打动别人 有很多的中国科学家 都非常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中国元素 用在国际前沿期刊的封面上 这大概也是出于一种爱国情怀吧 去年有一个成果 肿瘤细胞的恶性病变被阻断 同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创作出两个不一样的故事 肿瘤掉床和哪吒闹海 大家看一看这两个设计 猜一猜 哪一个有可能会被编辑选为封面 左还是右 我听到两种声音都有 好的 事实上 这个文章的作者呢 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哪吒闹海这个设计 因为这是他精心打造的 一个中国故事 这张图呢大家也看得出来 从绘制的功夫上来讲 他画了前面那张图 好几倍的功夫 但是最后Cell的编辑的选择呢 却恰恰不是他 而是左边的这一张 所以说 从期刊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用到中国故事 中国元素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 要能够直接清晰 准确又生动地表达科学内容 我们的设计第一次登上Nature的封面 是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呢 也是一个中国元素 太极图 成果是光子的对立互补特性 关于光的本质 是波 还是粒子 有人证明过它具有波动性 也有人证明过它具有粒子性 可是之前呢 还没有人 能够同时证明它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 所以呢 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 一次就同时观测出来 光子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两种特征 一下就发了一篇Nature 这就是创新 那么来看这个设计 是一个水晶球 被分成了两半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面 有阴阳互补的概念 所以我们用一个透明的水晶球 来表达光子 它分成了两半 形成了一个太极的阴影 来表达它具有对立互补 这样的一个特征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西方 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波尔 他曾经手绘了一个家族的族旗 其中呢 也是用到了太极图案 所以我们来说 关于对立互补 或者对立统一 这样的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可能已经超越了国界 东方有 西方也可能有 亚纳米拉曼成像 是一篇Nature成果 同时也是某一年的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因为成像的分辨率非常的小 比一个纳米还要小 所以叫做亚纳米 那么我们根据 模拟这个实验的 微观的这种环境 创作出了微观摄影风格 同时呢 因为这个古灵分子 在绿色激光的渲染之下 有我们中国古代 玉如意的感觉 所以我们又创作了 另一个方案 玉如意 这两个设计一左一右 问题又来了 而且喜欢哪一个 左还是右 好像我听右边的声音大点 这两幅图呢 在交给Nature 作为封面备选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也交给了 国内外的很多的媒体 作为科技新闻报道 结果发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国内的媒体 普遍都采用了 玉如意的这个图像 作为科技新闻配图 而国外的媒体 则全部采用了 微观摄影风格 很有意思对吧 从此也可以看出 审美呢 是存在一些文化差异的 给研究对象 直接做美颜升级 是一种很常见的 一种设计的手法 人类炮枕病毒 这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 由于在冷冻电镜下 病毒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我们通过3D渲染 来赋予它不同的色彩和质感 这样画面就会看上去 显得更加的逼真和生动 对吧 那么还有另外的一种 创作手法 就叫做无中生有 刚才还有研究对象 我们能看见 无中生有 把看不见的 不可见的东西 变得可见 比如前不久的一个成果 语称时间对称 这个成果方方面面都非常的抽象 看不见摸不着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尝试着 从它的实验方法中 来寻找这个设计的线索 创作了一对跳双人舞的小人 小明和小力 来比喻 科学家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 通过引入一个自旋辅助比特 来实现了量子调控的 这样一种新的实验方法 再比如我们宇宙中 有一类星体叫做磁星 黑洞我们都听过 磁星听过吗 它具有很强的磁场 但是距离地球非常非常的遥远 没有人见过它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根据一些非常微弱的一些线索 再加上自行补脑想象 我们给磁星来画像 于是一颗刚刚诞生的 由两个中子星合并而诞生的 一个新的磁星 正在释放着大量的X射线的磁星 它的形象就是这样 最艰难的一次设计 是前年的冬天 当时下着好大好大的雪 我呢出了一点点车祸 还好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团队里的3D设计师马彦斌 骑电动车摔倒 严重骨折 住院了 在这之前呢 我们刚刚答应了 帮助曾杰老师的成果来做设计 时间非常的紧张 而且当时快要过年了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多做一个或者少做一个设计 无非是多一次少一次经验的事情 可是对于作者来说 往往意义很不一样 这往往就是他们人生中 最最重要的一次成果 代表性的成果 所以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和耽搁 所以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是以十二分的用心 来做好每一个设计 但是这次的设计又很特别 它恰恰又 似乎只适合用3D建模来完成 而验兵因为受伤 至少有一个月都不能恢复工作 我的团队比较小 每个人分工各有不同 其他的成员和新上岗的3D设计师 也非常地努力 做了很多的尝试 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过不了我们自己这一关 所以最后很无奈 我对作者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 这次的设计我们恐怕 没有办法完成了 这也是多年以来 唯一的一次 我主动想要放弃一个设计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曾洁老师做了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他要求Nature的编辑 把文章的发表时间 往后推迟了一个月 一般人不敢这样 这样就给我们迎来了宝贵的时间 验兵抽院以后呢 立即投入工作 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 提交了方案 正是多了这最后一次的尝试和努力 多了这最后一个月的等待 这个设计呢 不光发表在Nature的封面上 更是作为Nature 官方主页的近战画面 挂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给论文的 像这个学术影响力 带来了极大的关注度 看了这么多的科学图像 也许有人就会问 说这些图除了好看一点 除了能够帮助科学家们 登上Nature封面 封光一下 又有什么用呢 我和英国合作者 曾一起做了一项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封面故事的使用 封面图像的使用 可以让论文的饮用率 放大到两倍以上 所以科学图像的价值 除了能够提高 论文的饮用率之外呢 它还更有着积极的社会价值 我们国家正在努力成为 世界的超级科技强国和大国 一方面呢 我们产出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同时呢 也需要积极地努力 做好科学普及 来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 培根曾经说 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知识的力量 它的上下与近视 不光取决于知识本身 还在于它是否被传播 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所以呢 我们呼吁科学家 重视科普 重视科普的力量和价值 同时 我们也在努力地协助他们 让科学更吸引人 吸引更多的人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前沿科学的艺术设计 就像是一个钟摆 来回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摆动 寻找着一个平衡点 我们努力地想要把 前沿科学探索发现过程中 最美的瞬间 用艺术作品展现出来 希望有更多的人 可以领略到 前沿科学的魅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